台股奔万七好戏登场 台积电领同 冬季进步三族群最养生 欢迎来到古墓奇兵 我是爱玉冰 大家好我是小光鸣 我是钟哥 台股奇兵 距离万七仅一步之遥 但怎么还跨不过呢 台股就是那个目的 把美国信用的展望下调到负面 还好这次台积电的财报很给力 再次带动台股向上攻击 台电好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至于详细的分析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聊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爱玉冰 为什么你今天有武器在 因为我今天很有自信 而且看你还是春风满面样子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大家说 当然但是等等 先不要爆雷 等我分享完我的话词再跟大家说吧 春天来了吗 我挖到的是手机零组件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今天依旧是手机零组件 手机换机槽 还有库存去化境尾声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你都讲多少次了 我就喜欢啊 各大厂渐渐将目光转向了折叠手机 供应链中的照例或甚至是刚上市的富士达 股价都是一路的创高 永远不会透 所以老话一句 Q4行情 我最看好的就是手机零组件啊 等等 这包化石是不是上礼拜就挖过了吗 学姐是不是在偷懒 好东西就是要持续分享啊 这是队长之前教过我的 有这回事吗 对不是偷懒哦 而且我的华通这两天爆量上涨 看来离我姐她的日子不远了 惨了 你的华通 你还抱着吗 完蛋了完蛋了 看到你还抱着我心都凉凉 难怪她留下两根上影线 这边我想跟这个爱宾 请你高抬贵手好吗 等你哪天卖掉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跟我讲好吗 我再进去跟她加码 all in了 没礼貌 不想理你了 你们不要吵架 那和我来分享我的画石 大家先消消气吧 我今天外道的画石是驱动IC 驱动IC是电子萤幕中的重要零组件 主要用于手机面板和PC当中 画质如果要越高呢 那你越需要高阶的驱动IC 为成像的重要零组件哦 驱动IC族群去年开始调整库存 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市场的复苏 驱动IC已经见到碎到口的亮光了哦 另外成熟自成的晶元代工 变相的降价 它带动驱动IC的报价 毛利率已经变高了 也还好嘛 我还以为我有多厉害 哎 我在蔡博像你这样偷懒 对 我就懒 怎样 但我的画石还是最厉害哦 对 阿玉冰真的要洗刷 这个酷属干练骨的污名人 就好像欧腻一样 平常都不练习 但是呢 真正肌肉在上场 就是猛到爆 这次的手机 零组件 真是太厉害了 但是有没有赢过我们家的这个小工病呢 请大家来听听我的分析吧 那在上个礼拜古墓奇比呢 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从台电 连八个 还有大力光把说回来看话 都见几个方向 支付行走 新年开始落底复苏 那这个礼拜古墓奇比呢 我们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折叠机的题材 那上上预估说 明年的折叠机会开始大量出货 年增50% 那在目前渗透率还非常低的情况下 这边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期 那目前来看的话 以Samsung的这市占率最高 但是我们认为这块你可以先把它放在一旁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Samsung都是以韩国他们的零组件为主 那我这边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 华为或是摩托罗拉 这边的一个零组件 我认为这边相关概念股有机会受惠跟着成长 那在目前来看的话 这位型手机目前都普遍卖不动 所以这折叠机会是最大的一个新的出海口 那台电10月营收爆充 这边可以验证先前台电把数的说法 整个产业的趋库存 价格段落 这边已经开始回到健康的一个库存随位 那这边台电呢 这边10月营收爆充 也代表说上游中游下游 这边产业已经开始落底复苏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成熟制成的金元代工报价开始在往下做滑落 那这边会有助于被夹在中间的IE设计 MCU或者是PMIC这边开始落底复苏往上成长 为什么呢 因为上游代工报价调降 下游的出海口报价调涨 中间的这些IE设计呢 有机会跟着毛利往上涨 因为他们这边成本可以开始转价给下游了 所以我们认为毛利率开始往上涨 股价就有机会跟着往上提高 所以相关个股大家可以好好留意 听起来这次应该是没输没赢啦 虽然差距不大 但我应该还是小赢一点点 对啦 你看MMA欺负人 等一下新人又要跑了 你习惯就好了啦 以我跟队长的交情啊 他肯定是站在我这里的好吗 对 他是我的名灯 所以这边手心手背都是漏 我觉得两位都是说了挺好的 那年底上涨行情 我觉得只要大家肯努力挖宝 人人有奖 耶 还是队长人最好了 队长今天挖的化石肯定非常厉害吧 你不要太感动 你不要太感动 这当然就是直接来看看我的化石吧 那我今天挖到的化石是台电大联盟 刚刚我们有跟大家特别提到 台电呢 这边10月营收爆充 与其上游中游下游 整个产业都会开始复苏 除了刚刚聊到的IT设计 IP细材 我认为整个相关的半导体设备 也有机会获得聪明前的青睐 所以这边请大家好好去留意 相关的资金流向 真不愧是队长 你看挖出来化石果然不一样 爱与宾你看看你看 学学人家好吗 我还在生气好吗 你不要跟我说话 好了好了 该不会又要我开始唱歌了吧 我不要啊 我不听啊 好了爱与宾 那我把龙哥爱分你一半吧 我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对啊都不要 对我们都不要 月光宝盒我也不要了 我要我要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给我 你答应我 你不买我才要公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月光宝盒 主要跟IC设计有关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聊到 这个Q3季棒会在喜悦中公布结束 接下来开始进入各家大厂 画大饼的做梦时间 那公司的说法是预期明年会开始转亏为盈 同时这档月光宝有发行可专在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认为呢 这个特定人要开始准备去做敲锣打股 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 这沿着各级短期金融线的股价越定越高 我认为这档月光宝呢 你一定要来好好的把握 队长的TeregramFly17的话 赶快加进去挖宝啰 希望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鱼章古墓疾兵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龙哥频道来咯 赶快扫起来